字幕razim correr 擁抱大香港主义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uarai. części youtube 107 hmen screen.? likồn 這個擁抱大香港主义早晨節目來到第二節 第二節談到什麼? 就是想說... 都是市況的 有幾樣東西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就是留意一下科技股最近的動向 科技巨企的動向 之前已經說了,有一集節目也說了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未來的經濟發展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說網絡科技的事情 尤其是社群網絡的事情來講 就是社群網絡跟Facebook、Twitter、抖音、小紅書、微信 在鬥爭上始終是有少許距離的 因為欠了關鍵的要素 就是欠了什麼呢? 低能力 就是欠了... 這個你這樣說也有 唉,真是怎麼搞的? 你太婆娘了 畢竟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實驗場 做網絡來說,始終中國比較優勝 而事實上有幾大的奇跡 騰訊、微信是一個奇跡 然後最大的奇跡當然是阿里巴巴、支付寶 阿里巴巴、支付寶 然後建構了螞蟻集團 好了,但是也因為買集團這麼巨大 於是就令到... 當時上市 臨上市之前 我做了一集節目 我就說,蛤?這樣可以上市嗎? 不是啊 這樣可以嗎?這樣是國家資源 可以說是民之民膏 你把民之民膏來上市 被人瓜分可以嗎? 但是現在可以了 為什麼呢? 因為經過國家的審查 審核 然後呢 在審查、審核的過程中 阿里巴巴、買集團 他們都受到很多的磨爛 可以說是折磨 不可能是折磨 就是很多 考驗、歷練 於是可以說 將集團尖皮拆骨 結果沒有拆骨 但是呢 那個主事人 領導人馬雲呢 他的狀態一直都是受大家的關注 到底他 他會不會落獲 有沒有事 好了 然後呢 這段日子 過去這段時間 在說這段日子 都幾年 都幾年 有三、四年 都折騰了三、四年 在這幾年時間裏 馬雲的行蹤 一路成為 最後 就是在金融高峰會裏 中國的金融沒有系統風險 沒有系統 是吧 誒 講完之後 就很少了 再聽到他說話 這樣 走了去哪裡呢 這樣 有沒有事呢 是不是不見得到人呢 這樣 那一路這幾年間呢 就 就 有很多消息 神龍見守 不見美 霧裡漢花 一揚 到底他 去了哪裡呢 到底在做什麼呢 有人說 在英國看到他 有人說在美國看到他 有人說在 在香港看到他 又拍照 又 床頭露尾 那結果呢 去到昨天呢 去到昨天呢 就有一個比較 確鑿一點的資訊 那這個確鑿一點的資訊呢 就說馬雲呢 就現在呢 還有呢 要先說說 這個資訊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 第一財經 是大陸的媒體第一財經報道出來的 報道 報道 報道就說呢 馬雲呢 就在澳洲墨爾本 那呢 就為什麼會去了澳洲墨爾本呢 第一就是看到他 就 就 就 不知道在聊天的那些 另外呢 也看到他呢 就和呢 一個澳洲家庭呢 就在那裡合照 那這個澳洲家庭呢 就是 是一個 他和他淵源好深 的一個 莫利家庭來的 那這個莫利家庭 為什麼和他淵源好深呢 就是因為呢 原來呢 當時呢 43年前呢 那他呢 就因為學校呢 就和這個澳洲那裡呢 就有一些交流活動 那在交流活動那裡呢 他就偶然呢 就認識了 這個這樣的 莫利一家 那這個呢 當時馬雲呢 就十五歲 那自此呢 馬雲呢 就和這個莫利一家呢 就成為了不友 經常通訊 那這樣 那還有呢 就去練習英文 練習英文 那大家知道 馬雲是教英文的嘛 那這樣 那是英文老師來的嘛 那這樣 老師可以發這麼大的答案 是 在美國就不行了 中國的老師可以 對 中國的老師可以 那接下來呢 然後呢 就 也都去 這個莫利呢 莫利家庭呢 也都邀請馬雲呢 去這個澳洲旅行 那他申請了很多次簽證 結果呢 就去到澳洲了 那這樣 那接著呢 就受到很大的出國 出國就受到很多文化的衝擊 那還有啊 就是這個這樣的 莫利呢 就贊助了200元澳元 就去資助呢 馬雲呢 就去讀這個這樣的 師範學院 想這個這樣的大專 學歷這樣 那當然 跟著 往後就扶搖直上了 他成功做了老師了 那所以如果你想像馬雲的法 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老師 做完老師 跟著 下一步呢 就很簡單的一個步驟就是 首先就是 有愛國不有 成為老師 成為老師 跟著 然後就 創辦淘寶 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就發達了 阿里巴巴先 創辦阿里巴巴 那你就發達了 那就是 中國的道路 中國夢就是這樣 馬雲作為一個中國夢的代表 他被審查 被批鬥 但不要說被批鬥 被折騰 被審查 被折騰 這樣 折騰很久 大家都會說 是不是批鬥他 但是現在 我們放心了 見到這個報道 我們就可以安樂 因為這個是大陸媒體的報道 而且這個報道的意味是在於什麼 它有兩個意義 第一就是比較準確地知道 馬雲在哪裡 那 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不是母女漢花 這個 因為是大陸媒體報道的 就是我們知道馬雲的行蹤 然後 第二件事情 就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情 就是 他去澳洲 然後去報道這個 合照 然後再說回他和莫莉一家的故事 這個是成功故事 嗯 那你報道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就代表 香港也有拿著這個報道來再做 那是香港01報道的 這樣 那有這些報道就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就是說 哎 這個中國夢又說 因為馬雲本身有一個中國夢的代表 這個中國夢又可以說了 那為什麼這個中國夢可以說呢 那最主要的就是 他已經把整個馬雲集團掉了 現在整個馬雲集團的領導 之前都特地做了一個聲明 就是馬雲集團做了一個聲明 就是說 哎 領導層就改變了 現在就不再是馬雲先生所領導了 這樣 好了 這個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可以預視到兩件事情 有幾件事情會發生 第一 就是 馬雲集團之前 不能夠在香港上市 接下來呢 我相信 既然馬雲 都可以再蒲頭了 再曝光了 他的成功故事都可以再講了 那麼他 脫了手 就是他前手 做出來的那個 風功位跡 要去上市 要去包掌 是可以的 就可以了 那就是說呢 螞蟻集團再次重新在香港上市 指日可待 而事實上 無論是大陸的資本市場 整個金融體系 乃至於香港的資本市場 你都需要這樣的 大隻東西 那所以呢 就 相信 就是會 看 就會 看到曙光了 看到曙光了 再次就 有這樣的發達的希望 那當然 現在這樣的買集團 和之前的買集團 是不是同一件事呢 我就覺得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這樣 但是 我只不過告訴你 他會上市 但是呢 就不是說 跟我之前 幾年前說過 哇 買了新品 那麼 現在就不同了 因為他裡面的內容不同了 整個 就是 幾年人事已經很翻身 那樣 所以他那個 概念 和他實質上那個 那個運作的形態 都已經不同了 因為他的股權 和整個 中國的資本市場的環境 都徹底不同了 和四五年前 已經完全是另一個故事 大家要留意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 馬雲 既然他的成功故事 可以再講了 再講了 那麼 既然他的成功故事 可以再講呢 那麼 也都相信 就是鬆綁 就是說 哎呀 你脫了手 你脫了手 買出來 OK 買這些 這些操縱的東西 交給國家管 那麼馬雲呢 馬雲呢 馬雲你這個人這麼有才能 是不是 你又年輕 你又年輕 是不是 你現在都 還未夠七十歲嘛 有很久 是不是 那麼你還可以 開創一些新事業的 這樣子 那麼我覺得 嗯 雖然受到一個挫敗 挫折 但是 馬雲的狂氣 馬雲之所以成功 當然也是他的 他的狂 這樣子 你想想 你看多 如果馬雲 你不知道馬雲有多狂 你看多一次《攻守道》 就是中國電影裡面 最出色的一套動作片 那麼 如果 既然只是要 既然是 只是要你脫手 馬雲集團 而你已經脫手了 你把整個 那個 馬雲集團 是什麼內容 我不講 總之就是 你現在把那個 中國網民 或者網絡 網購 的 網購世界 裡面的 餘額 那些 儲蓄 交回整個 民間儲蓄的力量 交回 這個國家 好 那馬雲你可以怎樣呢 那麼 你可以另起路 做 你可以另外去創一些新事業 是不是 譬如這些 因為現在很多說法 馬雲的下一波動作 其實 之前大家就不敢期待 因為 馬雲到底是不是一個被批鬥的對象 但是我們不肯定 但是 現在既然 中國的媒體可以重新去講述她的中國夢 那就是原來之前有一場誤會 原來沒有批鬥一件事 沒有一件事叫批鬥 這些就是大家對中國的誤解 怎麼會無端端批鬥資本家呢 沒有必要的 沒有必要的 這樣 那麼 那麼 馬雲 馬雲既然 不是一個批鬥對象 我們誤會了 中國根本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那麼 既然是這樣 那麼有實力的資本家 而且她也覺得 就是說 中國的金融 體系 要去徹底改變 不可以再當普思維 之前都說過 中國的銀行的金融 用當普的想法來經營金融 這樣不行的 好了 那麼 那麼 現在馬雲 你可以 你只要放下馬雲集團 你可以重出幹部 那就變成了 馬雲的下一步動作 就值得大家期待 就值得期待 那麼 因為 雖然試駕了幾年 但是我們相信馬雲 如果在這個風浪裡面 還能夠站起來的話 他的創造力 依然是值得期待的 尤其是 在那個 金融 網絡科技的世界 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正式進入了一個時代 已經進入了一段時間 就是什麼呢 就是 金融和科技已經是一件 二為一的事情 金融和科技 和AI 和網絡 和元宇宙 各樣的事情 其實他已經融匯了一體的事情 這樣 而那件事情 是相當複雜的 網絡金融這件事情 是相當複雜的 網絡金融這件事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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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不菲特搞不定 不菲特想不通 想不清楚 你看到他最近的投資決定 也有點混亂 那樣 好了 接著搞科技的人搞不定 搞不定 Elon Musk 現在嘗試走這個 這樣的 嘗試走這個 這個 微信路線 這樣 但是 跌跌撞撞 剛剛 昨晚 Mark Zuckerberg 公佈了 說 你什麼 就是 我之前也說過 我也說Facebook 都沒有了方向 亂八道 但是 Facebook就是matter META又怎样呢? 炒人又炒到 炒完又炒,炒人又炒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炒完,好像没什么预算 接着元宇宙又蚀钱 好了,AI AI要来做什么才行的? AI要来推荐,没有用的 在你的METAWERS的世界 终于被他想到了,他昨晚 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可能他刚刚开了 Twitter来看 他昨晚开了Twitter来看,然后就想到 啊,屌你,有什么可以做的? 啊,我们做META认证 META认证 为什么要来认证呢? 我认证就是因为,因为之前 就在,虽然我们大家都没有玩 但是在那个 十九元宇宙里面,就很多人 投诉就是说,我自己的名字被人用了 有个人在里面走来走去 自称是我来的 他要处理这些问题就是,哎,我们认证 还要是政府认证 政府认证,那认证来 怎样可以拿到这个认证呢? 他说,屌你了吗?他说,不知道 11个多美金,他怎么给钱买呢? 屌你了吗? 那就是买蓝剔的 买蓝剔的,就是给钱买蓝剔 接着就 跟Twitter一脑,有什么分别? 有什么分别? Twitter好像刚刚才可以开放 可以买的,好像香港还没买到 日本现在好像已经可以买的 那这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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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了大龙 就是 几大美国的科技巨企 都是有少少乱龙的 就是,接连乱龙 Twitter其实不是巨企 Twitter本身是一间收鸡公司 但是Elon Musk一入手 就搞到Elon Musk都乱了大龙 搞到Tesla都乱了大龙 Facebook都乱了大龙 刚才他说的 那就是 搞到买蓝剔的 卖认证的 就是有少少 都弱石乱头 Google Google又要跟 OpenAI竞争 OpenAI就是Microsoft 他又要跟Microsoft竞争 因为被CheckGPT 打到他一摸一摸 接着他又要急急推 急急推出Bled Bled 不是大香港早晨主持 Bled Bled 是Google的AI 接着你又答错了 你又说错了 所以 在科技金融秩序里面 其实你现在看到的 那些美国人就很混沌 乱了大龙 到最后就还看中国人 我告诉你 他重整乱长 就还看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来说 在适逢这个时间 马云又开始在那里贴一下照片 见一下 什么是不友 这些路 咦 是不是重出江湖呢 这个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 这个可以 期待一下 就是 因为我觉得 未来是 中国的 这些 几个科企 是 因为我们看到的苗头 虽然我们没得估计 但是看苗头 看趋势 就似乎 之前我也说过 那个审查 或者科技业的整肅 好像真的告一段落 似乎是告一段落 而事实上 也需要告一段落 因为 因为 在贸易战上来说 在中美贸易战上来说 科技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还有 如果中国有留意到一件事情 那它一定有留意到 你认真看一看的话 就是 你其实在社交媒体上来说 其实中国是正在赢的 嗯 就是抖音摆明是正在赢的 而抖音类的东西 其实中国在整个暴震里面 它还有一堆后保在那里 就是当然 你会有很多外国的法规 去阻挡你 但是它会吸引了 譬如 譬如早前 台湾那样 就是我们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角度和我们的印象 和一些 新生代会有些不同 譬如你想象一下台湾那样 那台湾它之前有过 有一些食店 嗯 就去立个规则 就是说 喂 因为就是 其实就是寿司狼事件 还有一会儿都会说 就是神座事件 那它继续在一起之后 接着呢 就有些餐厅就说 喂 你装抖音呢 就不可以进我们这间餐厅 其实是多鸠鱼的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装抖音 难道是开我的手机来看吗 难道是看我的名单 那不会的 但是你做了这些 你就做了一个声明 嗯 你做了一个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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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我们来说 这个就是 你看看抖音神僧鬼厌 你用心想一下 年轻未必是这样想的 年轻觉得挺帥的 你偷偷地装抖音 在手机里面 好像很帥的 不是真的会觉得帥的 是秘密组织 不是 你犯犯是有人禁的就是帥的 而你在外国的世界 抖音是禁的 还有有些人说 不要玩抖音 抖音是什么 间谍软件 然后我说 啊 间谍软件 那我用了 我不是间谍 你知道美国人很笨的 他听不明白 那句话 意思 用了间谍软件 我就可以做间谍 很帥的 当然他在想这句话的时候 用英文去想 但是还是这么笨 会很能受欢迎 所以 你想一想 你就会知道 哎 我觉得中国在打这场贸易战上来说 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最后不会 不要说最后 最后的事情我不知道 那么 你在一个可见的将来 他们不会先打热战 就是不会开炮打 尤其是 尤其是你看到俄罗斯打乌克兰 搞得这么吵架 就是大家对战争的警觉 应该会再大了 嗯 还有要打 呃 也都 就是可能对攻打台湾 都多了疑慮 因为搞得这么 那么 泥牛入海 那样 老鼠拉龜 那样 所以 主族 就一定是贸易战 那么 在贸易战上来说呢 网络 金融 这件事呢 就是一个很主要的战场 那么 所以我觉得 呃 中国也都理解到这一点呢 他知道这个这样的科企 是贸易战的重头战的时候呢 我相信 那些审查都结束了 那么 大家在忠诚度 你都验证到 是不是 你看过了 大家在忠诚度都很好 那样 畢竟中国的协议家的质素都是高的 是不是 他们就是 人民素质高的 那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就开始 慢慢要放回这些人出来 嗯 就是给回这些人铺头 给回马云这些 这些秘密武器 是时候要放出来 是时候要放出来 那样 所以是 呃 我觉得大家要 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留意一下 中国的科技股 或者是中国的科技企业 留意一下 它动向 我不是叫你买 我叫你留意 看看 你看 你知道局面发展是什么 而且你看一下 呃 呃 騰讯 微信 呃 这个这样的 阿里巴巴 它有什么新的东西 有些抖音啊 它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会改变很多社会的局面 那么大家 留意一下 就是不要因为 呃 就是当然你会抗拒 那但是 呃 它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那个主导的力量会很大 嗯 那么大家就 呃 看看吧 好喂 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 我们呢 就休息一休息 回来继续 就好 不安 不安 什么错 evil 没有 这一节 呢 比较